也許他講錯了 就是一時口急 放掉了 他以為在新北市蓋的捷言 就是新北市蓋的錯了 新北市蓋的捷言都台北市捷言局去蓋的 我昨天已經表達過 這個選舉過程當中一定有攻防 但是就是 不要離事實太遠 其實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 稍微偏離一點我們就還可以 現在這個時代真可怕 有圖有真相 你講一句話 人家就把你好幾年前的影像拿出來 然後 叫什麼叫打臉 我現在覺得好可怕 所以現在講話真的要小心 不然幾年後必須要換出來 因為 我有一市長在好幾年前說 我非常感謝台北市政府捷言局 在幫他們蓋捷運 我想那個是這樣 我覺得做事就做事 我們都是替台灣做 所以那個 也許他講錯了 不然他就是一時口急 放掉了 他以為在新北市蓋的捷運 就是新北市蓋的 錯了 新北市蓋的捷運都台北市捷運局去蓋的 這是一個政治上的訴求 居住正義跟司法改革 我們支持就支持 我等於說 政治上賣錢要去蹭人家幹什麼 你急就急 不要弄一個什麼 全部都掛黨籍出來 這不需要 我覺得這個不是這樣 所以 我覺得應該把這個行動 這個活動把它單純化 所以我們 表達對居住正義跟司法改革的支持 就算了 對居住正義跟司法改革的支持 對居住正義跟司法改革的支持 對居住正義跟司法改革的支持